中共公安系统腐败严重,日前官方公布消息,河北省张家口公安局前副局长王守成,早前被以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和LDQUO4,宗岁和LDQUO受审,其妻子张钊也因受贿罪同期受审。案件位。 当庭宣判。案情显示,王守成家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,其中5000多万。 来源不明。王守成在中共张家口公安系统任职十多年大陆媒体十一,月四日披露了张家口公安局前副局长王守成的起诉书,王守成被指犯。 四宗罪。据报,9月24日至27日,王守成涉嫌受贿罪、贪污罪、滥用职权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在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开庭审理。 王守成之期,前张家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宣化大队车管所所长。 张钊,涉嫌受贿罪,也于同期开庭审理,案件未当庭宣判。 公开资料。 显示,王守成在中共张家口公安系统任职十多年。 2006年至2,017年底历任宣化县公安局政委、宣化县公安局长、宣化区公安分、局局长、张家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。 2018年7月27日。 王守成被查,他被控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,利用担任的多个职务的便利,为宣化区黑恶势力充当和LDQUO保护散核而。 可,故意包庇黑恶势力成员,所要财务折合人民币2059。 万余元,滥用职权、非法设立和LDQUO、小金库和LDQUO。 侵吞公共财务共计335万余元。 据报,王守成所保护的黑恶势力。 团伙之一,是以张家口市玄化区具新商务酒店股东郭某某为首的恶势。 立团伙,其在宣化开设多家宾馆洗浴场所,长期组织卖淫活动,再多。 处娱乐场所开设赌场,获取暴力。 同时,王守成还以其女儿王某某出国留学需要保证金,以及其妻子张昭购买虫草粉、燕磨等补品及在部。 同城市买房为由受惠及所惠。 王守成将赃款用于在不同城市购买多套。 房产,包括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临粹东路一号院某式的房产北京和LCO,鸟巢和RDQUEO,附近,位于和LDQUEO,鸟巢和RDQUEO,附近比较高端的小区。 每套房子的业主报价基本在20。0万元左右。 王守成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额折合人民币超过1亿77万元,其中房产占1881余万元。 监方称,其中有5521余万元。 财产不能说明来源,超过其合法收入,差额特别巨大。 同天被披露的。 还有贵州省同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,副局长盛西明,青海省公安厅前,副厅长,政洁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白士德,目前正接受调查。 中 共政法系历来号称中共的核LDQUO,刀把子核LDQUO,特别是公安系统一直在政权维稳和迫害人权方面冲在最前线。 近年来,中共公检法系统官员厄运连连。 去年11月初,中共官方网站公开通。 报,中共十八大以来,至少有130余个公安证,副局长相继落马。 去年11月初,中共官方网站公安证,副局长相继落马。 去年11月初,中共官方网站公安证,副局长相继落马。